看我的黑丸了 这两天生病了 家也不回了 跑到这竹林里来 一天半没吃饭了 老是想要吐的感觉 但是应该不是中毒了 中毒会有那个泡沫 嘴里会出那种泡沫 不知道有没有懂的朋友 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感觉好像呼吸不顺畅 有点想吐 然后不吃饭 不回家 还有一个最直观的就是他的左影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黑丸 黑丸 那左影 刚才我用饮药水给他点了的 我们这边没有卖那个 这些猫啊那些在药的 就是在药店买 给他说了一下 因为黑丸在左影 被那个岩石给粘住了 粘不开 几个小时就会粘住了 那个医生就给了我一点 吃那个脚毛银的药 那个药水 他说给它涂一下 给它涂了它又能震开了 黑丸 他现在不会再跟我走了 黑丸 他老这样子 有没有这方面懂的朋友 我真怕是那种猫瘟 之前听他们说过猫瘟很厉害 这一天半他就待在这个地方了 自从他厉害之后 他不回家 把他抱回去又跑出来 抱回去又跑出来 黑丸 黑丸 他完全不跟我走了 真的很不习惯 现在我走在路上一个人 去干活的时候我就 不经意的都会往回头看一下 但是没看到他 黑丸 要吃了吗 吃顶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证明这两天了 三十七八度 不知道是不是他中暑了 希望是中暑了吧 那医生还给我拿了一点 说是中暑的药 说这天太热了 刚才给它灌了 所以他身上的毛就打湿了 好吧朋友们 希望黑丸的好起来 也希望有 懂这个猫情况的朋友 就是他那个 病症的朋友 如果知道的 给我说一下是什么情况 或者是吃个什么药之类的 黑丸 加油啊 加油啊 就让他在这里吧 反正知道他在这里 他不会跑了 我说的是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YK